台湾到处都有爱心 也有许多社会的善心人士 为了帮偏乡地区的体育教育加根 巴马国际今天来到嘉义市 跟议长还有奥运选手 一起为乒乓球体验营开球 巴马国际公司赞助的桌球亲子体验营及交流赛 选择在嘉义市有中路上的地保球场举办 在2020年8月14、15、16号连续三天的活动当中 邀请了12位桌球奥运选手跟国手 来到球场指导嘉义地区的民众 传承桌球的球技 事业有成又充满爱心跟热情的巴马国际创办人王文清说 所谓取之社会用之社会 所以他经常赞助台湾地区的体育赛事 加上自己也非常喜欢桌球运动 才会举办这次的桌球活动 最大的意义是因为我是嘉义人 那么我把这些代表我们国家参加奥运 参加各种比赛的国手 都带到嘉义来推广乒乓球运动 顺便在这里发掘乒乓球的有潜力的选手 教练全部都是国手 而且有三个女生 这是我们的奥运选手 她们亲自到基层来教 这些小孩子就是很兴奋 这次的体验营交流赛还特别邀请了嘉义市议长庄丰安 市议员蔡荣丰 前来主持开幕仪式 议长庄丰安表示 感谢巴马国际全力推广桌球下乡的活动 还特别邀请桌球选手陈秋丹 崔秀礼 游凤云等多名桌球好手 到偏乡地区教孩子们打桌球 希望能够挖掘到有潜力的选手 将来在国内外赛事中为台湾争光 今天非常欢迎我们玩博士 带着我们这些国家队的选手 还有奥运队的选手的教练们 来到嘉义市来做这一场亲子交流 指导赛 这个是非常好的 对我们这个嘉义市的桌球 应该可以发挥到一些作用 培养从小孩子开始 就对我们桌球的运动 培养一些兴趣 在这里非常感谢他们 巴马国际公司行销五六十种的健康产品 在台湾跟海外16个国家都有营业据点 创办人王文清表示 为了做工艺提高就业率 计划在全台湾386个乡镇 设置关怀服务据点 希望结合当地政府跟民众 做好偏乡的健康照护工作 让我们宝岛福尔摩沙 能够更加的富足幸福跟美好 记者陈文旭 刘文轩 李嘉金 嘉义报导 李嘉义报导 李嘉义报导 李嘉义报导